歡迎光臨左撇子的電影博物館 我是光臨左撇子 在復活者聯盟室之後呢 我們可能看不到鋼鐵人的存在了 你知道在我們現實生活中呢 有一位真正的鋼鐵人 他正在改變世界 而且呢他曾經就出現在 鋼鐵人1 鋼鐵人2 他是鋼鐵的原型 其實呢在漫畫的鋼鐵人原型 這是真有其人 他叫做 Howard Hughes 霍華修斯 這個美國當時最有錢人之一 有許多許多的崩崩偉業 那為什麼我們覺得 電影裡面會參考他呢 第一個他的名字 叫做霍華修斯 大家記得Tony Stock 他的爸爸叫做 Howard Stock 就是霍華史塔克 名字是一樣的 然後你看他爸爸的樣貌 就是參考了霍華修斯的樣子 那種大亨的模樣 同時之間呢 霍華修斯 他跟鋼鐵人是一樣的 他們是個慈善家 他們是花花公子 也是工程師 才會開飛機 他開飛機有開到破紀錄 然後他也去拍電影 他是各行各業 多才多藝的一個 有錢富二代 如果你想看更多他的故事 我建議大家去看 尼尼尼多的神鬼玩家 就是以他為主的傳記故事 那畢竟漫畫 他在畫的時候 已經算是上個世紀的東西了 那鋼鐵人電影 在2008年上 當時導演在拍的時候 會想說 那我要揣摩的富豪 應該不是上個世紀的富豪了 應該是這個世紀的富豪 所以呢 他們在努力地去找出來一個 屬於現代形象的科技富豪 那就是Elon Musk 那誰是這個Elon Musk呢 Elon Musk其他最有名的 就是特斯拉創辦人 但其實他最早是 PayPal的創始人 在最開始的時候 他創了一個公司叫 X.com 他是第一個第三方支付 後來才變成PayPal 然後第一個想要這個概念 我覺得算是很厲害的 我們現在知道什麼 LinePay或是支付寶什麼 都是在後面好幾年才出現的產物 再來呢 他把第一次創業的錢 全部拿去創 我們覺得太過於燒錢的 未來事業 起碼有三個 第一個叫做電動車 第二個叫做航太事業 這就是私財車 第三個是整個能源層的概念 那這三個產業其實都是改變未來 而且是改變我們整個思維 是完全顛覆你想像的 其實在以前對於電動車的想法 跑得很慢 還用電池跑 怎麼可能跑得贏 石油的硬勤呢 那時候也很多油電車 就是為了彌補電動車 跑不贏 汽油車的這個概念 那特斯拉他做電動車 他一做為什麼才能改變 整個車產業 就是在於說 他第一台車要做的就是跑車 就是起碼那你就可以把 時速飆到100公里以上 其實在鋼田一的時候 特斯拉車就出現了 鋼田在他家的車庫 雪的飛的過程中 燒了幾台自己家的車 其中一台車就是特斯拉的車 大家可能那時候沒注意到 但是呢 其實那時候他的電動車還沒有好 他只是拿出他的 非量產的這種實驗性的車子 來給小朋友去拍他們的電影 透過這樣的舉例 你們就知道說 其實當時電動車是很不完善的 不過這幾年下來 他已經是一個非常現代 又快又潮的一個 未來的指標性產品 比扯還有更扯的事情出現了 他當時候呢 不只想做電動車 他還在想做火箭 就是一個 你覺得只有在NASA才出現的事情 他竟然把錢全部燒進去了 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 那他想像一條航線 如果要賺錢 絕對不可能說 我把你載過去之後 那個飛機或那個船就爆掉了 你一定是可以來回的 去載乘客 這樣子這條航線才會賺錢 那為什麼火箭發出去之後呢 就回不來了呢 那他又要做一個 可以回來的火箭 那樣才可以賺錢 才可以變成一個商業模式 所以我們聽起來 好像很有道理 但是其實真的有很大的難處 那他的技術就變成 我要怎麼克服這個難處 很奇怪的是呢 Elon Musk他本身也是物理工程師啦 那他也有參與這項工程計畫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覺得 他這麼像鋼鐵就是這樣子 因為不管是電動車 不管是航太師爺的火箭工程 他都有參與計畫 那關於Expect這個公司呢 我覺得除了剛剛改變 大家邏輯的觀念之外 我覺得還有兩件事情非常的酷 第二件事情就是呢 我們很常看到 火箭發出去的瞬間吧 但是你沒有看過火箭回來的瞬間 那Elon Musk的Expect 他已經做到就是把火箭送出去呢 也可以讓他從外空降落回來的時候 是可以用火箭自己控制 然後慢慢回到他所指定的地方 是安全的著落的 這件事情當時候是一個很大的新聞 因為他們經過很多很多的嘗試 也失敗 還終於撞到出第一個可以回收的火箭 第二件我覺得很酷的事情是呢 在全球只有四個組織可以發射火箭 就是呢 中國 美國 俄羅斯 第四個就是Expect 而他是唯一一個民間組織 然後其實我覺得他同時之間也可能改變了電影產業 因為呢 以往我們在拍跟太空有關的電影的時候呢 都著重在說發射這件事情 但是在往後的電影 你一定會看到更多更多火箭是可以出發 又可以回來再出發再回來的航空產業 例如星際效應 例如最近幾年的氣象戰 例如布萊德比特最新的星際救援 你都會看到已經變成是航路的概念 而不是大家火箭要飛過去 然後另外丟出一個小船 然後登陸這種概念 他的畫面已經變到更下一步了 這種改變就等同於 歐巴馬當了總統之後 你看到所有的總統點都變成黑人 這樣一個很大的轉折 其實他不只是做電動車 不只是做了航太的產業 他其實還有很多很多 你根本就想不到 怎麼會這麼扯的產業 例如因為他有了電動車的電池 他可以拿來做太陽能電池 然後他想進入建一個環保城 那個城都是用太陽能來發電的 他想改善交通 例如說真空的傳輸列車 他想把美國東西來都用一個真空 然後這樣把人送過去的一個 更快速的高速列車 都是改變世界的東西 他都是改變了現有的思維 然後試圖讓他的產業 能夠對這個世界帶來一些變化 我覺得是很值得去尊敬的地方 因為當這幾年 大家就把學校最好人才送去社群 讓大家去花更多時間 把你眼球抓住在你的手機 抓住在你的社群上面的時候 我們忽略了說 我們應該把最裡面的人才 投入在改變世界更多的地方 而Elon Musk他是堅持這一方面的事情 所以我其實很欣賞當時候Elon Musk 這些想法也去改變 那Elon Musk其實也入圍當時候 時代雜誌裡面公佈的影響世界的科技CEO 推進序就是由鋼鐵人1跟2的導演 槍法部落來寫的 那為什麼要找槍法部落來寫呢 其實就是他們有很深的演員 槍法部落在拍鋼鐵人1的時候 他就一直猶豫說 娃娃到底要找誰才可以 鋼帶鋼鐵人的形象 後來呢 小娃婆道尼他提議說 我們去見見Elon Musk吧 然後就找了一天中午 他們就一起去找Elon Musk 然後也去看他的工廠那些的 在開會完之後呢 他們相信Elon Musk就是他們要找的鋼鐵人 因為Elon Musk的形象 就是完全符合鋼鐵人的三大形象 第一個就是呢 他是全才的 他是有錢的科技富豪 然後他還會自己動手創造 並且改變社會 第二個是 Elon Musk是一個享樂的人物 你記得鋼鐵人1其實是以娛樂為主 那Elon Musk他其實很享受 他其實就把他總共就是 建在好萊塢的旁邊 他也很樂於參與好萊塢的戲劇 然後去當個串角人物 然後也去追了很多的好萊塢明星 最有名的就是彩蛋捕的前妻 第三個就是呢 電影中會出現一些工廠的畫面 他們直接可以跟Elon Musk借 所以鋼鐵人1的工廠 跟鋼鐵人2反派的工廠 其實都是跟Elon Musk借才拍的 那我們就順便聊聊說 電影中還出現什麼彩蛋吧 前面說過鋼鐵人1的車庫中 有Elon Musk的電動車 那在鋼鐵人2呢 他就直接讓整個人都出來了 在鋼鐵人去跑賽車的時候 他先接見了幾個明星 那其中一位就是Elon Musk 他飾演的角色是他自己 然後特地讓鋼鐵人去跟他握手 聊聊說你最近做的東西還不錯 就是為了致敬這個當代鋼鐵人 最後一個彩蛋呢 其實我蠻感動的 然後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Stanley最漫威之父他所說的話 他說呢 霍華修斯是我們這個時代中 最多彩脫之的人物之一 他是為發明家 冒險家 一萬富翁 花花公子 還是個瘋子 這句話呢 被拿來放在電影 復仇者聯盟中的彩蛋 那個時候呢 美國隊長跟鋼鐵人他們在吵架 因為他們是一個代表的 舊時代的美國意識 一個代表的新時代的美國意識 是對立的 那隊長他就嗆了鋼鐵人說 沒有了盔甲你還拿到什麼 然後鋼鐵人就立刻回說 果然是錢財 一萬富翁 花花公子 慈善家 就只有扣掉了瘋子這個台詞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呢 鋼鐵人就是符合所有的形象 同時也包括了瘋子的選項 我們看到鋼鐵人 其實就是Howard Hughes 也就是我們今天講的Elon Musk 他們都是多才多藝 都是花花公子 都是慈善家 同時都是瘋子 那他們改變了世界 然後他們堅持在他們風華的路上 那Elon Musk我覺得真的也是個瘋子 他是跨了這麼多領域 然後改變世界這麼多 願意去做這麼多事情 那為什麼他會這麼瘋狂 他是這樣說的 我可以看著這事情改變 我也可以參與這些改變 大家還記不記得鋼鐵裡面 有個最重要的轉折 在地洞裡面呢 鋼鐵人被講了一句話 他說呢 你是一個什麼都有的男人 但是你也什麼都沒有 這句話點醒了鋼鐵人 讓他去改變整個世界 我覺得看完電影 看完這些事情之後 你會知道說 改變需要你的參與 我覺得在你投注之後 每個人都會具有這樣改變世界的超能力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介紹給大家 當代鋼鐵人 他現在在改變世界什麼東西 如果想要知道 更多更多的背景故事或是細節 歡迎買我的書 我已經寫好了 更多更多詳細的故事在後面 那就這樣子囉 都可以在電源博物館 謝謝你的光臨 我們下次見